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息之海在魔法世界被争夺了几千年 已经沾染了太多太多的罪恶 只有哪吒的这种纯净之血才能把它洗涤干净 让它恢复到代征之初那种纯粹的能量 是吗 主人 怎么了 你为什么笑啊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这个笨蛋这么笨 我现在明白了 他是心中最无邪的人 他对罪恶有种天生的恐惧 真的 他怎么活下去 这种人怎么可能活在这世上呢 他不死怎么办呢 你的身上怎么这么香啊 我出来之前 用了诱惑香水 诱惑香水 你想诱惑谁 你想诱惑谁 我不知道啊 主人 主人 你怎么了 雪莲 主人 你现在在想他吗 滚 是 主人 主人 只要你需要 花吻之珠 随时准备为你奉献一切 给我滚 你们干什么 我们要见总兵大人 麻烦你通船 好 你在这等着 我去通报 总兵在大厅等你 请 先人大驾光临 有失愿迎 快快快 请坐 大人公务繁忙 不碍事的 来 先人请喝茶 先人请喝茶 先人到此 有何贵干呢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问大人一件事 请问令公子哪吒是否在家 先人怎么知道哪吒是我的儿子 这个嘛 那可真是说来话长了 不过 令公子哪吒在我的书院里念过书 可是近几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他突然无故失踪 所以我特来 登门造访 这么说 哪吒离家出走后 就到了先人那里 应该是这样的 不瞒你说 我家哪吒 其实是个妖怪 前阵子 夏天就下鹅毛大雪的事 就是由他引起的 当时他跑到陈塘关 说他是妖怪 要我亲手杀了他 可我当时根本下不了手 于是全城的百姓群情激愤 一拥而上 要将他打死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手持短剑的姑娘将他救走了 之后 他就杳无音讯了 你说什么 姑娘 那请问一下 这位姑娘 把哪吒带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当没有生过这个儿子 我放他一条生路 就当是了断我们父子之情吧 好吧 多谢 打扰了 请 走 那个姑娘 应该就是你妹妹了 我想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院长 我要回家一趟 哪吒定然就在我家里 好吧 这两天有些冷 你要多穿些衣服 别着凉了 今天有什么计划 哪有什么计划呀 你还没玩够啊 今天好好休息吧 休息好了 我们再出去玩 啊 嗯 那你好好休息吧 你想吃什么 我就让他们给你拿 我先走了啊 嗯 嗯 爹 娘 女儿 有话慢慢说 爷 娘 你们救救哪吒吧 想办法救救她 我们已经想了所有的办法 各安天命吧 不可能的 哪吒那么好 不会短寿的 怪女儿啊 看她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你啊 就好好地陪她最后一个月吧 王爷 我觉得 我说得不对吧 我们到现在 连她得的是什么病都不知道 怎么治啊 怪女儿啊 听爹的话 不用再说了 我知道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不死权 也许可以救哪吒呢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使用不死权 是会折瘦 但你现在看女儿这个样子 跟折瘦 也没什么差别啊 总之啊 我不能再失去这个女儿了 你就忍心看女儿痛苦一生 现在痛苦 总比没命的好 再说了 现在的年轻人说开始就开始 说分手就分手 将来呀 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难道 你就真的忍心看到痛苦啊 总之 不准告诉她 不死权 不死权到底在哪里呢 妹妹 你站在门口干什么 哥 你怎么回来了 禀儿啊 她不是跟你一块儿 在书院待着吗 好眼熟啊 你怎么了 ,我去告诉父王母后你回来了 好,我去 父王母后 禀儿啊 你回来了 是放假了吗 好 回来就好 这回我们家人又聚到一块了 父王母后 你们都好吗 好 都好 禀儿啊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 今儿我们一家人吃顿饭 吃个大餐 怎么了 孩子为哪吒伤心啊 没事的 你看 你哥不也回来了吗 说不定啊 他会救哪吒 哪吒 是我们学校那个吗 不过这两天呢 他生病了 查不出什么病 就是发冷 这样啊 让我看看他吧 好 你在家就好了 你看你妹妹记得 都快发疯了 算了吧 不用劳烦哥哥了 哦 我的意思是说 哥哥刚回来 也累了 等他休息好再说吧 好 那就等两天 等我安顿好了 再去看他吧 好 禀儿 那你下去 先休息吧 好 儿告退 去吧 乖 妹妹 走吧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待会儿我再去找你 好 你下去吧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是公主 我 你怎么来了 你现在不乖了啊 以前你可不会这样跟我说话呀 那是因为 你不是我认识的哥哥了 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那那是我吗 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变得不爱跟着我了 那是因为你有了自己的想法 是 我是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你和岳阳老师的死 有关系 你认为是我杀了岳阳老师 那你怎么解释 你依附布料 会留在案发现场 什么衣服布料啊 就是你那件海蝉丝衣服 这种衣服布料 只有我们东海龙宫的人才有 你说那件衣服啊 那种布料阿正也有 阿正也有 对啊 那就是说 你不在案发现场 我被赶出书院 就四处游荡 我怎么可能再回那个伤心之地呢 你相信我 那不是我干的 妹妹 刚才我听到你在门口说什么 不死泉 是怎么回事啊 哪家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整个东海的医生都查不出来 我刚刚偷听爹娘说话 得知东海有个不死泉 泉水可以七死回生 哥 你知道吗 不死泉 你知道 他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 该不该告诉你 哥 你赶紧告诉我吧 告诉你吧 你照去找 一旦找到了 救了别人 自己会有危险的 我知道 使用不死泉的人会折兽 但是我不怕 我真的不怕 哥 你就赶紧告诉我吧 好吧 既然你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 但千万不要去 哥哥 会另外想办法 好不好 嗯 不死泉 其实就是东海 历代龙女的惊魂所在 据传说 东海曾经面临枯竭 就是咱们的姐姐 名叫小龙女 她为了东海 牺牲自己化作泉眼 拯救了东海 这个泉眼 就是不死泉 因为泉水和龙女的性命 息息相关 不死泉 一直是禁地 禁地 那就是说 只有爹娘才会知道 但是他们不会告诉我的 而且要进入不死泉 要经过一个大迷宫 要经过很多危险的地方 所以 很多人死在那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 可能 只有和泉水息息相关的人 才能感应她的位置 和泉水息息相关的人 那不就是我吗 为什么我完全没有感应呢 为什么 妹妹 也许你天之未开 或许 这根本就是个传说 不 这不是传说 爹娘都说了 有的 我是说 和泉水息息相关的人 才能感应她的位置 这是个传说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哥 哥哥 注定了不能用不死权呢 那不是注定 那这就会死 那可不一定 事事无绝对 你相信哥哥 我会想办法救他的 好吗 真的 谢谢哥哥 别这么客气 哪吒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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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鬼 我 小鬼 哪吒 小小鬼 我我要走了 不用送我了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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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你好了没有 太好了 不死权到底在哪里呢 我该怎么办 对了 你知道不死权在哪里吗 知道 真的知道 那你带我去好吗 你等等 走 走 走吧 就这里啊 那我们进去吧 你不能进去啊 那好 谢谢你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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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知道 你会来这个地方救我的 所以我就来了 我怎么会让你一个人来呢 你是来等我的 对啊 既然是来救我 我当然要来了 哪吒 你的病好了吗 还觉得冷吗 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冷 不过 我在这里已经等你很久了 小葵 你怎么了 是不是很困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有点困 有点累 你要是困的话 就坐在这儿睡一会儿吧 不睡 我怕睡着了 就看不到你了 不会的 等你睡一觉醒来的时候 还会看见我的 真的 真的 我骗过你吗 哪吒 你不要骗我 要陪着我 不要离开我 知道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不会骗你的 来 睡一会儿吧 不要离开我 放心吧 我不会离开的 妹妹 妹妹 快醒醒 头好痛 妹妹 醒醒 是我 哥 怎么是你呢 这里是幻境 你所看到的都是幻觉 这里会显示 你内心最需要的东西 幻觉 幻觉 哥 我刚才看见哪吒在跟我说话 是不是让你睡觉 是啊 我看见她的眼睛 我看见她的眼睛 好亮好亮 跟星星一样 然后我就睁不开眼了 还好你没睡过去 不然就真的醒不过来了 我刚才睡着睡着 听见梦里你在叫我 我就醒来了 幸亏我来得快 不然你就真的没命了 怪不得爹妈不让你来呢 哎 哥 你怎么来了 我出来练功的时候 看见你一个人 跟着一条鱼走出去 我就跟着你来了 这就是 传说中的不死泉 不死泉 真的是不死泉 应该就是了 终于被我找到了 妹妹 我们出来很久了 快回去吧 被父王知道就惨了 好 走吧 爹 父王 你居然真的去了不死泉 还拿了泉水出来 爹 你还我 我拿泉水来救命的 那你的命呢 你的命就不要了吗 回去 我不回去 除非你把泉水还给我 这由不得你 铁儿 带你妹妹回去 师父 爹 妹妹 回去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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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你看你这个样子 叫我们多担心呢 你爹爹要是知道了 他也会心疼的 好了 别哭了 你爹来了 我不想见他 你让他出去 让他出去 你看看 像什么样子 好了 少说点 父王 不如让我看看哪吒 哥 你真的能叫哪吒吗 我也不知道 看看再说吧 走 我只有带你去 看看你的样子 哭得跟花猫似的 怎么去啊 洗洗脸 来人 端水 是 谢谢哥哥 还在想女儿和哪吒的事啊 你说 咱们的女儿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凡人呢 这有什么奇怪的 喜欢就是喜欢吗 你说这是喜欢 不然 不然你说是什么 哼 我看呢 是新鲜 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 所以她觉得新鲜 你也别东拉西扯了 你就说你不同意女儿嫁给凡人不就得了 对呀 我就是不同意 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凡人呢 凡人怎么了 只要你女儿喜欢 管她是凡人还是妖怪 再说了 凡人也可以修炼成仙嘛 修炼成仙 就凭她 哼 我看她就是个傻子 哪吒 这是单纯了一些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你不相信呢 好 明天我就试给你看 你就知道了 你可不要做什么傻事啊 小心女儿跟你急了 这个我知道 行了 别想了 想也没用 一切都是注定的 睡觉 睡觉 我进去问她 你在这儿听着 我才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呢 要是你自己去 别拖我下水 别拖我下水 什么话呀 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水里嘛 你在这儿听 好 哪吒 不费 别起来 躺下 看来 看来病得还挺厉害的 哪吒呀 这两天你觉得怎么样了 好多了 那就好 哪吒呀 你们在学校里都学过这个已经没有 已经学过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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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看了一些 有几个地方我弄不明白 想问问你 行吗 问我 伯父 我不行 你可以去问小葵和敖饼 他们学的可好了 他不是没在家吗 你帮我看看吧 来 那看 就是这句 这句 乾隆勿庸 见隆在田 你看还有这句 历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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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句 市旅考详 齐选元吉 伯父 我只知道这个 乾隆勿用是什么意思 这个 不知道了 你不是都学过吗 学过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伯父 你没事吧 提问 我说提问你就应该说回答 你明白了吗 咱们再来一遍 提问 回答 一只鸡和一只鹅放在冰天雪地里 鸡冻死了 鹅却活着 请问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是只企鹅 这样 伯父 你好聪明 好聪明 好聪明 那行 乐宅 你好好歇着 我回去了 我说的怎么样 这个哪吒他就是个傻瓜 你还不相信 好聪明 也不能这么说 你问的那叫什么问题 我问的这才叫问题 一是看他的学习成绩 二是看他的反应程度 可现在看来这两个好像都不行 我看算了 让你去使 这天才也是笨蛋 你胳膊肘往外拐 小心拐断了 反正我认为哪吒是个好孩子 随便你怎么说 最后还不是要看女儿的意思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 爹 是你啊 你吓死我了 乖女儿 怎么 你要出去啊 爹 我想去看看哪吒 等会儿 爹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啊 干嘛这么严肃啊 该严肃的时候就得严肃啊 总不能整天嘻嘻哈哈的吧 爹 你进来说吧 好 爹 来 来 坐 爹 你有什么事情要问女儿啊 小葵啊 你既然直接问爹 那爹也直接问你了 好啊 你问吧 你告诉爹 你是不是喜欢哪吒 说呀 喜欢还是不喜欢 爹 你怎么问人家这种问题啊 让人怎么回答嘛 你直接说喜欢不喜欢不就完了吗 嗯 嗯 喜欢 啊 不喜欢 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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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没有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喜欢他 哎哎哎 小葵 哎 这这这这孩子啊 哪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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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你怎么了 嗯 没事 没事 哥 你快看看他吧 哪吒 你怎么样 冷 激 激 我早六福 好像到 解冰了 我能掀开被子看看吧 现在怎么样 好多了 感觉心口没那么冷了 好 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引起他浑身习寒的原因就在这里 他腹部齐寒无比又郁节不发 导致他寒气逆流攻心 不过没关系 只要把寒气引导出来就好了 那到底怎么办呢 你就放心吧 交给我 保证还你一个完整无缺的哪吒 谢谢哥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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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救了 父王 哪吒搬到我房间吧 方便我治疗他 好 那我顺便把他的东西也拿过去 好 妹妹 别过太久了 这样你会有危险的 等他病治好了不就好了 哪吒 明天我会开始你的疗程 整个疗程里你会觉得渐渐变暖和 但是到最后一天最关键的时候 你会感觉寒气反噬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冷暖交融就可以取出你体内的寒毒 哥 那这样不会有事吧 你不相信我 我信我信 那好 从明天起 你就不要随便来探我 我怕影响我治疗 好吗 放心吧 没事的 那不会太久吧 不会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 要看劲度 我们也都累了 哪吒需要休息 我们都出去吧 哪吒 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啊 嗯 好好休息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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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啊 我们要开始治疗了 来 慢慢来 来 来 感觉怎么样了 五脏六腑没那么冷吧 这就对了 你可以靠在边上休息 但是不要乱动 记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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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得可真够久的 是 是吗 嗯 嗯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不会死的 你不会死了 谢谢您啊 干嘛这么客气啊 大家兄弟一场 哥 我想带哪吒出去走走 可以啊 晒晒太阳 别太累了就行 嗯 嗯 嗯 走 我带你出去 来 行吗 行吗 那我们出去了 去吧 走 嗯 走 嗯 走 快喝吧 傻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不错啊 不错啊 真的 哎 我哥是怎么给你治疗的 那么神奇啊 嗯 具体的 我记不太清了 嗯 我就只记得 有一片温暖的水包围着我 烟雾缭绕的样子 其他的 其他的 我就想不起来了 那你难不难受 疼不疼 不疼 不疼 一点都不疼 感觉可舒服了 感觉也没有那么冷了 呦 哥哥还真有一手 怪不得是高材生 你哥哥真的很厉害 那是啊 等你好了之后 你想我带你去哪里 没想过这个问题 去哪里都好 你老是这样随随便便 一点想法都没有 我真的没有想过 那你现在就想想嘛 我想什么 不理你了 傻一笔 小葵 别不理我 蠢度终于提高了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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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回去 出来吧 好好休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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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